今天上个视频的内容 今天我们继续编制款小篮子 现在我们来做近似退桑封口 我这里是换了一个颜色 大家可以一个颜色到底也可以 两个颜色搭配着来 具体怎么搭配呢就看大家自己 我们先找到350厘米左右长度 这根藤条的一个头子 把它穿在检子格里 穿进去 这里给它留出一小截 相当于先给它固定住 然后找到另外一个头子 另外一个头子从它的下两格 这个地方从外往里穿进去 拉紧 拉紧之后开始近似退桑了 首先是近似 近的时候先把这片调起 然后找往前数四格 从这个的下一个空开始数 一二三四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从外往里这样穿进去 拉紧 拉紧之后退三 退的时候 从这里下面就是把这一片调起 从它的下面这样过来 然后找到要退的位置 就从这个的下一个空开始数二三 就是它的下一个这个地方 下次不用数了 它的下一个好拉紧 接下来的步骤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重复的 总是前进四格再后退三格 来我们做一下重复的步骤 首先进四 进之前把这片调起 然后从这里开始数一二三四 就是它的下一个后面不用再数了 从外往里穿进去拉紧 接着是退三 退的时候把这片调起 然后它的下一个也可以数一二三 后面大家重复这个步骤 这样一圈的转着做到这个地方 在这片调起来 转着弄到这个地方 现在每一个空里都有黄色了 接下来是进色 要从这个孔里穿进去 那我们再把这一片也调起 穿进去 好继续退三 这样转过来 退的时候把这一片调起 从这个孔里穿进去 接着继续近似 近的时候要调这一片 调起来 接下来是从这个孔里穿进去 这里穿的时候 顺便把这两片都调起来 穿进去 好又到退三了 退的时候这样转过来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二三四 横着的有四片 我们调两片 第一片不调 调二三片 调这两片 调完之后这里过来 又从这个孔里穿进去 好接着又是近似 近的时候也要调一片 调的是这里藏着的这一片 这里正中间的这一片 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堆条 好这里有一片藏起来了 把它长出来 从这一片这里 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 接下来是从这个孔里穿进去 这里过来又有三片 一二三 我们是压一片调两片 就把这两片调起来 就可以了 这里一片 这里一片 拉紧 穿进去 好就完成了 所有的都是一个花心 这样子之后 转到里面 把这一片再从这里穿下去 多穿一点多余的剪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把这些头子全部剪掉 把这些全拽一拽 剪掉就可以 一圈的把它剪掉 好这些呢是穿两个铁子格就可以了 这两根呢 我们还要多穿一点 能穿多少就穿多少 尽量的往下穿一点剪掉就行了 腾头子全部都剪干净后 这个小框就完成了 这样子的一小刻 如果说放不平整的话 大家折一下底部的串条边 这样顺着它的痕迹 折一下 折好那就能放得更平稳一些 好了小框完成 接下来我们给它做一个提手 让它变成小狼子 因为一些平台发布视频 有时长限制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后面的部分呢 大家看下个视频